好 好 对了 你跟那个冰激凌辣椒怎么样啊 什么冰激凌辣椒 外表冷冰冰 啤酒火辣辣呀 自从在我这儿炒完架 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说说呗 发展得不联系 我家鱼植第一次被人甩啊 有意思 你是不是我哥 我失恋了你这么开心啊 我小游戏呢 你是游戏人生啊 我可是人 你可别小看这游戏啊 爱情就跟这游戏一样 每一局里的部署都是有限的 耗不起的 只有每一部都总队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让你往前走的单身 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吗 我失恋总比你单身强吧 反正 我跟高杰啊 我有我的骄傲 还有他的灵感 是的 我交真的很痛连 大家unch meat 拉开我啊 您好 您拨来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高兴啊 我算 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吗 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 有件事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上次那个参赛作品《尘世之爱》 被周迪拿去拍卖了 卖了好多钱 那挺好的 说明我设计的《尘世之爱》 大家都很喜欢 你高兴什么呀 你的作品能卖这个价钱很正常 关键是周迪把你的署名给抹去了 什么 我设计《尘世之爱》的 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得到啊 他怎么能这样 作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是没错 但署名权 从来都是归设计师的呀 是 保留署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 基本道理 我也帮你争取了 但是 周迪咬定你是被开除的 所以很抱歉 我没有能够帮到你 周迪会做出这种事 我一点都不意外 自从我向公司人士 举报他骚扰女下属的事之后 他就处处针对我 思成 你已经很帮我了 要不是你 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 还有上一次比赛 要不是你帮我找到哥雪红 我根本连决赛作品都玩不成呢 我帮你找到哥雪红 你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你吗 上次比赛的时候 我确实是找到了 几个红宝石 但是我赶到的时候 你已经在镶嵌了 那 给我哥雪红的人 难道是 怎么 在等宝石啊 我的主石被人放鸽子了 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 你要什么样 红宝石 我帮你找 恐怕帮不了 我需要的是哥雪红 因为设计的原因 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 即便你有 你愿意给我吗 难道是他 我 渔植 你还认识我啊 不是把我拉黑的吗 我 搞不清楚 我发现你这个人 做事挺绝的呀 当时我只是不想再关注 那你不想再关注就别关注 干嘛 只怕忍不住关注才拉黑的吧 我没有 好 那就当我想多了 说把你的绝情理解没有 扶着啊 你有什么事 我是想问 我比赛用的歌血红 是你找来的吗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你不是不想知道我的感受吗 我过来是想跟你道歉 同时谢谢你 怎么谢我啊 以身相许吗 余芝 我既不需要你的道歉 也不需要你的感谢 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还给我过去 我还不了 我本来没想这茬 不过你倒提醒我了 不要随便做善事 这些东西哪有不还的道理啊 高小姐 你跟我也太不见买了吧 对不起 我的设计作品《尘世之爱》 已经被卖给海外收藏家了 算笨打得不错呀 拿我的恶雪红去做生意呀 我不是 我 我是被凡思开除了 陈世之爱已经属于凡思 我没有决定权 甚至连 署名权都没有了 你是说 我的歌《雪红》自打被你做成手指之后 归凡思所 还被卖给海外收藏家了 然后跟你办公交关也都没有了 嗯 然后你还被凡思想离出名了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你要干什么 冤有头债有主 讨债去 在哪儿啊 他不是 这只是高级 这只是高级 是 这只是 不是 好 这只是 周总 你好啊 你不是东南亚那个 高姐 你怎么带她来这里啊 我是芮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 我是芮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 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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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高姐的债主 芮华 债主 余先生 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 是这样的 高姐已经被我们公司开除了 那她的债务问题 就属于她自己的个人问题 是吗 可是她欠我的 是在比赛时所用的歌雪红啊 据我所知 应该在反思吧 高姐 你比赛时候用的红宝石 是从 瑞华界的 要不是你不给我宝石 用得着像瑞华界吗 我对你们 提不提供比赛所用的宝石 不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我的宝石在哪儿 我觉得 高杰既然以他自己 个人的名义下落 瑞华界了红宝石 那就跟我们反思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 那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 想要把《陈氏之爱》 上面的歌雪红拿回来还债 这样可以吗 对 高杰 《陈氏之爱》是你在公司任职期间 完成的作品 所以 他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公司 听懂吗 看来周总是准备抵赖啊 每颗红宝石都是有证书的 要不我还是联系我的律师 让他给你对见吧 喂 几颗宝石而已嘛 还找什么律师呢 何必这么行事动众 有这么为难吗 还是说你把宝石卖了 已经换成你的利润为分成了 不是没有这种款了吗 听说 最近 凡斯好像跟一个海外收藏家 交易了一批珠宝 喂喂喂 高杰 话不能乱讲啊 原来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看来我除了跟你们打个官司 对 再跟他们打个跨国官司就好了 不过我听说 凡斯的海外生育一直都不错呀 好 余总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尽管第一条件 你满意就好 什么条件都可以呢 任何条件都可以 只要我们两家公司之间和和气气 不打官司就好 当然 也千万不要让我的客户知道 好说 你们还我宝石 这件事情是应该的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你们这件作品上面的署名 要写上设计师高级 有关的新闻稿件上 也要写上高级 就这样 就这样 告辞 拜拜